Hello 大家好 我是Mountain Game 今天和大家开箱一款最适合上班用的Lindy 26 和我会和大家分享如何绑这个Tree 说到Hermes的包包 其实有很多不同款式 但如何选择一款很适合上班的包包呢 今天的Lindy真的很适合上班 因为它的容量超大和舒服 还有它可以配搭不同造型的衣服 即时开箱 绑着的这个丝带我先打开它 又是精美的雪梨纸包装 这款是最新入货的款式 都是说这个月发生的事情 打开之后你会看到陈袋 有Hermes的标准 还有陈袋上面 会有这个人字文 用这个陈袋来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安放好你的包包 避免有污脏的陈 水可以接触到你的包包 以及可以有少少的防污功效 打开它之后 你会看到有一个枕头在这里 其实储存包包很重要 就是你怎样放得好它 否则因为天气的湿度和温度 会令到包包放得不好的时候 会变形 所以大家储存这么贵重的包包的时候 就真的要放得好一点 塞好这个枕头放在这里 储存的时候会更加定型 定得好一点 超美 这一款Lindy袋 用了Clements的皮 是极之怕水 所以它的特别支柱 就是附送鱼衣 凹着袋 为什么会有Lindy 26这个名字呢 其实就是当时 2006年的时候 Hermes的创作总监 Change Paul Goutier 出了这个新系列 在2007年的Spring 就第一次见到这款袋 旗下的Designer 叫做Federic Federal 就想起很多女生 拿包包的时候 伸手出来 要圈住手腕 好像顶着顶着 不如将包包的手腕 放在旁边 就可以这样手抽住它 或者是这样住它 就不用每次都要这样 就是这样伸出去 所以就想到包包的手腕 不如放在旁边 这个Designer最大的特色 当然是这个手腕 放在旁边 还有这个插夹 方便你日常的使用 这支袋叫做Lindy 最初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其实它的inspiration 是来自于1920年 Lindy Hope 的一个美国的黑人舞蹈 即是说这支袋 就是轻松自在舒服 然后它是八搭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空间 真是不得了 你放很多东西进去 即是神奇地的 一个小小的叮当白宝袋 什么都放进去 都是没问题的 这支Lindy的皮革 是用了叫做TC皮 即Clements皮 这个皮的特色之处 就是它上面的纹路 有一个小小的隔纹 比较滑 和它比较柔软 即是你看到它 不同的角度 移动它 它都会比较Smooth 这个Clements皮 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摆下水 即是如果濕了水之后 它有机会出现水控 水积 所以如果一污租 要立即抹掉它 真的要极快地抹掉它 当然它都有一个特别的好处 就是它耐磨一点 和它真的耐 皮革本身的纹路 是会令到它耐磨一点 和使用上都比较皮理一点 打开这个袋 你会见到 它的拉链是很小的拉链牙仔 拉链的尾部 还会有一个H字的金属尾掣 我特别欣赏它这个细微的设计 因为它真的很精緻 这个很细细的设计 它还要上面加了一个搭扣 这个搭扣的圆圈锁 就可以扣住这个锁匙位 好像很稳固 特别是你坐飞机或者是出外的时候 鎖住了 其实人们偷东西很难偷 这个袋 属于一个三大金光色里面 我觉得是更加实用 和是长青的颜色 就是黑色 这个黑色上面 还配襯了一个金色的五金 我觉得这个颜色组合 是真的在这么多个Lindi里面 是比较难得到手的 所以是极之珍贵的一个组合颜色 说起这个包包的细节 你会留意到 手腕的这两个位置 搏着肩底 其实它做了一个loop 这个loop 上面就有个皮箱 加到一层的保强 因为它是受力的因素 所以它需要加固这个位置 这个袋的结构上面 其实外面就做了一个批平 我们叫做挤骨 由这个边位沿着前腹挤过去 我觉得这个工艺很难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奇妙的设计 反而令到这个包包很不普遍 令到它好像很有特色 有个设计的设计感在里面 所以反而觉得这个包包 它是低调得来 是显示到你有些设计的感觉 潮得来 它又十分之耐用 因为它真的很白搭 不要看它小小的尺寸 虽然现在在2019年之后 还出了多一只Mini Lindi 很多人抢 但因为Mini Lindi它是一个斜背袋 反而未必是适合上班的长盒 但这个比例就刚好 26cm 基本上可以放到上班的东西 打开一个袋里面 你可以看到 里面其实都是同样的Claments皮 还有一个这样的包包 一定要提醒大家 这些包包要保留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不用包包的时候 随便放在这里 放久了之后 拿出去用 它就是这样的形 即是会变成型 所以好好地储存你的袋 是一个极之重要的学问 令到你的袋 迟些拿出去用的时候 都是继续这样的形状 内格里面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漂亮的造工 因为它是等于 面层一层的小公牛皮 接着底下 又复合了一块同样的皮革 内格里面 它也是用这个 黏贴的方式 令到面皮和底皮黏合了 极之柔软 袋边用了一个油边的方法去处理它 这个Hermes的工艺 真的做到第一 袋里面 你会看到 其实储存空间真的超级大 除了两个旁边的外插格之外 里面的两侧其实都有插格 反而它的后腹的位置 没有插格 如果它在这里加多一点插格 我觉得可能更加好 不过 因为可能它的袋型是垂下来 所以垂完之后 这个位置反而不够平整 所以就没有加插格 而放在里面的两侧位置 都已经够用了 其实这个所谓的手腕 我就不叫它手腕 我反而叫它肩带 因为这个袋是放在旁边这样背 还有这个Lindy 26 是比较适合滴色嬌小型 好像我们的亚洲女士 都是比较适合的 就是小小粒 背这个袋的比例 就超美了 如果你是比较高身 你可以考虑例如Lindy 30 或者甚至更大的尺寸 但我觉得这个尺寸 在香港来说 已经是一个非常完美 很适合任何长盒的尺寸 介绍完这个Hermes的Lindy 26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 它的颜色上面会不会单调了少少 不如加少少的highlight给它 没错了 很多人都会够买这个Tuli 好处是什么 除了可以令到你的袋 增添少少的颜色 丰富气氛之外 还可以保护这个手腕 避免接触手上的汗 或者任何水积 令到这个手腕更加耐 所以很多人买这个Lindy 都会加上Tuli 包住它 我觉得在香港的情况之下 都真的濕气比较重 而且大家用的时候 未必那么镜石 如果可以 买两条都可以 一边就绑一个传统的Tuli 另一边就可以绑一个蝴蝶结 好像出来的感觉 挺可爱的 即时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绑这个Tuli 是蓝色图案 有企鹅 接着会有人 会有鱼 这个图案很创新 很喜欢 首先试了一边 穿过其中一边的手腕 然后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个圈地 去包过去 包到差不多 就要穿过这条手腕 拉出来 继续包 留在这里 接着 另外那边做同样的动作 包完之后 你就会看到 多了的布仔 接着 这样打个结 接着 可以多打个结 成品就是 这样的小蝴蝶结 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 绑第二边 一个传统手腕的绑法 做法也是一样的 留意一下 收尾的时候 今次的做法就不同了 今次就是 圈过它一个圈子 接着 穿过它 索索它 露一条尾巴仔 另外一边 又是同样的做法 你会看到两条 叮叮出来 就是成品 你看看 两边的方法是不同的 绑完之后 整件事很vibrant 即很有喜悦的感觉 你一出街 就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 所以 Twili也是值得投资的 因为你就可以买一些不同的颜色 配搭你自己的衣服 以及你的不同的场合的喜好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集的分享 如果大家都有Lindy的话 不妨在留言区里揮手 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用Lindy的心得 最最重要这个时候 就是subscribe我的频道 MountainYang 按个小钟 下次有片的时候 你会即时收看到 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看 下次见 拜拜